大家好,我是莫小五 今天分享香辣牛肉酥的做法 香辣牛肉酥制作的关键就在开酥皮 因为之前有朋友留言说 上一个开酥的方法太过专业 有没有稍微业余一点 我们好学一点呢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以及我们在制作香辣牛肉酥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点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所有的食材 精简的方法,东西也简单 低筋面粉100克 做好的香辣牛肉50克 也就是一两 还有一个鸡蛋 水15克,温水冷水都可以 猪油25克 100克面粉中再加入2克糖 15克猪油 再打入鸡蛋 把这几样材料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15克水 直接活成面团就可以了 活好的面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拿到案板上给它揉一下 揉成团 揉好之后的状态就是稍微有一点光滑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很精细的去揉 揉好之后直接包上保鲜膜 饧面15分钟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饧面的时间不要过长十来分钟就可以 然后咱们放在案板上直接压扁 咱们就可以用擀面杖擀制 面团擀好之后要让它稍微长一点 这样咱们直接把猪油放在上面 把猪油摊平 不要摊到边 然后直接把它折叠起来 把边上给它捏紧收住 不要让猪油跑出来 叠好之后还用咱们之前浇过的开酥方法 先把面慢慢的擀开 尤其是第一遍千万要轻 如果说太重容易把猪油挤出来 擀开之后进行一个四折 也就是两边对折 然后从中间再折一下 擀好之后再次用擀面杖擀开 然后再给它折叠一个三折 这样操作呢让它的层次稍微多一点 咱们吃起来也会更脆 这次擀开之后就不用折叠 咱们直接把它擀至厚薄均匀 然后用模具直接给它压成饺子皮的形状 这样酥皮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煲牛肉 煲牛肉的时候 咱们直接中间对折 稍微压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压紧 全部做好之后 在上面刷上蛋黄或者是蜂蜜都可以 然后撒上黑芝麻 做这款酥最关键的就是开酥 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难度 然后把烤箱用220度预热7分钟 直接上烤箱用220度烤15分钟就可以了 做这个香辣牛肉酥其实很简单 咱们每个人只要认真一点都能做得很好 只要注意不要让材料错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烤好的状态 咱们掰开之后呢 它的层次非常的薄也非常的多 稍微晾一下 等个三五分钟咱们再吃 就非常的酥脆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尝试着做一下 要稍微细心一点 这样咱们就不容易出错 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加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